大幅拆遷争议还没有平息 而在台北的华光社区 部分的住户也将在8月 面临拆遷的命运 今天拆遷居民到立法院成情 抗议政府只顾着拆房子 却没有安置 要他们如何是好 作者轮椅 洋气筒不离生 于波波住在华光社区 30多年的房子 8月即将面临强拆命运 于波波只求一家五口 有安身立命之处 要求他安置平安 余波波于太太相当无奈 74岁的余波波生了重病 大儿子又有智能障碍 一家人只能靠小儿子的 三万块月薪支撑 扣掉租金生活费等 只剩四千伙食费 加上政府从2007年以来 强制征收不当得利 和土地补偿金 与波波一家人 罚金脚不完 生活雪上加霜 就是违法 你银行的存款是你的吗 你再怎么样罚他 你要用别的手段 你不能去动 个人的银行存款 我们以马英九总统之尊 要安置好华光社区 这些有限的居民 应该是取手之劳才对啊 不要尽管 只要家 只要家 房子被拆 居民还得自行负担 高达十一万的拆储备 相信之余只能退一步 跟政府要一个安心的家 是最后的请求 有电TVLive 圣灵一月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